人民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才有自由 選後人民怎麼樣就變成了奴隸 就變成任憑當選的這些議員或是國會議員等等 就為所欲為了 所以在這裡罷免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它是今天我托付給你的 當你今天違背了人民的這些意志的時候 人民還有一個制衡的力量就是罷免權 但是我們把這個罷免設定了高門檻 那當然這個高門檻又是在剛剛主委所講的 是在83年的時候為了所謂的反核式的立委 擔心被罷免所以把那個門檻提得那麼高 所以在這樣情景之下我們甚至大家就 國民黨最喜歡遵從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那孫中山先生他自己也講 他說比具國家機關者 其使借人民之選舉以獲此資格 其記者悍然違反人民的意思以形式 而人民一末之奈何 所以才要特別仿造瑞士去設立了一個所謂的罷免 罷免的權限 那這樣子的話你才能夠在前面的我去 我目的 選舉目的就是要選舉閒冷的人 可是如果說我沒有辦法 那我還可以去救濟我誤選 選錯了人所以我可以去罷免他 因此罷免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說罷免不能夠 因為它是屬於破壞性質的 我好不容易選出來 結果你動不動就把我罷免掉 那這對社會的一個動盪其實也是有影響 所以他還是要審慎為之 但是他的審慎不能夠違反那個比例的 那個所謂的太高的門檻 所以在這裡就會牽涉到就是說當年 在所謂割欄尾的時候呢 當然這裡面大家就發現說 原來罷免是這麼的高門檻 那這裡面呢除了說法律上所規定的 你這個提案的人的這個門檻高 那甚至連署的門檻也高 那這裡面呢還牽涉到我 在投票的時候門檻也高 那另外的呢 就中選會裡面又設下了各種的關卡 包括說這些的所謂的連署書的格式 對不對 在以前我們還諮詢過 你規定說一張裡面一定要七個人連署 七個人寫成一張 而且呢每一個格子呢 你還必須要在那個格子裡面去填 那大家說那為了這個所謂的資訊呢 這個所謂不公開 對不對 資訊呢這個個人資訊的保密 所以我一張只寫一個人可不可以 你們中選會還說不行不能夠一個人 那當然我們歷經了這個爭執以後呢 當然後來說好你要把它一張一個人是可以的 所以在這裡呢就是說對於這個格式 怎麼樣把它簡單化 或是呢甚至我們讓它能夠電子化嘛 我們現在變成是說 大家現在全部都在講這個所謂的五指 對不對 五指化 然後電子化 那但是今天我們說好這個所謂的罷免呢 你還必須要一張一張紙本 而且一張一張去填 那這樣子是不是有點違反我們的這個 現在台灣這個所謂的科技立國 那這樣的一個方向 所以在這一次的修法 有沒有可能把這個部分一併解決呢 兩位的看法 包括委員啊這個我想要再先澄清一下 剛剛您說過這個連署書我們用技術性去妨礙這個我想這個跟事實不符啦 在那個遠在那個早在那個之前我們就接受它的連署書雖然是七個啊 它是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我們完全全部都收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的執行有人有的不一樣不一致吧 應該不會 因為我們最後到中央來我們其實完全承認它的這個司法性嘛 那剛剛您提到的這個就是說 是不是有比較適當的這個方式這個電子連署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是我們正在研究的一個方式啦 那我早上也特別提到一點就是說 連署這個部分 如果內政部這邊關於這個國民身份證的這個電子化這個部分 如果可以實施的時候 我們也已經跟內政部掛個號說 在這個設計的過程裡面要容許我們有一個考慮的空間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確實也是贊成的 那但是在這個 就是說它各自還是可以保密嘛 當然啦 這個這個部分 我覺得如果是整個電子化的話 那身份證是當事人拿的 所以這個就像跟現在的那個 現在那個叫什麼 電池生在 不是那個自然人憑證啊 它那個使用是一樣的 因為像當事人的東西它一定妥善保存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不會擔心那個各自的問題 那因為它各自各別在行動 所以像那個方式我們覺得是可能是比較可以順利來執行 好 我們希望說選舉重要但是罷免這一塊也是很重要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制衡的一個機制 那在這裡呢 上一次在這個所謂的罷免案的時候呢 其實還發生說 因為現在很多的週六還在上班 那有沒有可能 譬如說我是改在這所謂的週日去投票 那這個有沒有可能去列入考慮呢 因為這個部分應該是屬於行政命令把罰條好像有規定 報告委員 關於週六或是週日投票這個 其實大家意見真的是不一致啊 那我們原來 因為以前委員就不斷在提這個問題 就是禮拜六的問題 那自從那個勞計劃改成那個禮拜六也放假的時候 我們當然也特別警告勞弄部啦 他們說事實上他們放假的這個情形 不見得就是禮拜六或是禮拜天放假 因為他們其實是七天裡面讓他們選兩天來放假 那兩天在哪兩天是不一定 那如果這樣是不是可以延長他們投票的時間 譬如說我上班前或下班後 因為你說我為了 因為那一天又不是國定假日 我們投票是算國定假日嗎 算 是算 所以他如果那一天他們還是去上班的話 就變成是加班 他要加班 算加班 那如果說好他們公司必須要加班 那他可不可以說我提前 譬如說在上班辭檢或是下班之後去投 他可以請假去投票啦 因為我們在勞計法裡面其實有這樣的要求 請假去投票其實是他的權利 可是這樣是他的權利 他基本的權利他就不應該是用請假的方式去投嗎 因為放假日嘛 是放假日 然後是加班 所以這裡就變成說雇主你不可以要求人家一定非在那個時間內去加班 我先去投票以後再去加班 可能會受到處罰的這個部分 剛剛這個趙天理委員也質詢到嘛 那人家像北市他就可以用說這是屬於言論自有的一個層次 所以呢他們不予處罰 那其他所以中選會是不是也可以做出這樣的一個解釋 不要讓這些人奔波於土嘛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實際的這個狀況啦 我們看到實際的這個文的時候我們再來研究好不好 我們基本的精神我們還是認為就是現在的這個規定是不合實意啦 我想這個我們好幾次表達這樣 因為上一次他們有人希望你們能夠提出視線嘛 但是你們覺得說這個很小不需要視線啊 那不是很小因為我們覺得那個提出視線的理由還不足啦 我們也沒有說不提我們說你們再思考看看是不是可以講話的理由 所以事實上這個在你們的權限範圍內 你們事實上是可以透過解釋的方式這是人民的參政權 我想人民的權力那是最高的 所以呢你們透過你們的這種解釋的方式的話 事實上是可以化解掉這些就是說不必要的訴訟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是不是你們也可以能夠從善如流把這個部分能夠把它們化解掉 我拿到案子以後我們再來考慮好不好 謝謝 好那我們希望說今天的這個修改能夠整個 就是朝這個所謂的鬆綁這個罷免的這個部分大家一起來努力 這個我們也有一個系統的構想在那裡 好謝謝 好那個剛剛集會委員要幾份資料嘛 就是那個新北跟台北針對戈籃委宣傳活動這個的公文 把新北跟台北給中選會 中選會怎麼回 還有監察院的來函 那個是不是等一下我們要審查法案前能夠送到我們委員會來 讓委員參考 好那個公文都有嘛 趕快送過來 那接下來陳廷菲委員 陳廷菲委員 陳廷菲委員不在場 徐永明委員 徐永明 徐永明委員不在場 宗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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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嘉賓委員不在場 林俊憲 林俊憲 林俊憲委員不在場 盧秀燕 盧秀燕 盧秀燕委員不在場 高金素美委員 謝謝趙偉 我想今天我們請這個原民會副主委好不好 來 副主委 副主委 你好 你對於這個民進黨團提出來的公職人員選罷法 第73條的修正草案 你有什麼看法 那其實簡單講起來呢 他就是說OK 我們只要是有人出缺了他就可以地補 然後呢在地補的當中呢 也沒有說是從這一屆或是下一屆開始 你認為這個妥當嗎 是 謝謝委員 我想這個法的部分 因為其實原住民立委 現在平原三原各三席 那如果一名出缺 未達二分之一無法辦理補選 但是為了保障原住民的參政權 有關立法文出缺的部分 是要用什麼方式補選 我們其實是覺得應該保障原住民的參政權 但是補選的方式 我想這是中選會的權責 我們都 依照原民會的看法 我相信原民會是代表我們整個原住民的感受 這樣子好了 你沒有回答之前呢 本席在這邊先做個說明 其實呢在2012年的時候 我就曾經提出來了 當時的案件是林鄭二的案件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2012年提出來 我就想要修正這個部分 我的態度始終如一 第73條的修正就是說 只要是原住民出缺了 就必須要補選 當時很遺憾 沒有任何一個黨團支持我 然後我還記得2014的時候 就在這個地方 我又再一次提出來了 然後當時我們只修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這個區長的選舉 地制法 另外一個就是議員的補選 也沒有原住民的 於是我提的第73條 這個條文呢也被沒有正式的提出來 當然沒有通過 那這一次呢我非常謝謝 就是民進黨有提出來這個 就是所謂的公平正義 那公平正義我們認為 不能夠只提一半 那本席認為 不管是民進黨團也好 國民黨團也好 如果要對外界有任何的 所謂的政治的操作的疑慮的話 本席倒是有提一個建議了 我的認為就是說 不管是地補也好 補選也好 我都覺得應該從下一屆開始 這樣子才會有利於外界 不要有一個遐想 就是說是不是替某人 量身定做這個草案 我相信 我在這邊是非常持平的來說 因為修正選罷法第73條 我在2012年就提過